我們訓練部分目前有兩塊 一塊是我們有提供災區子地安置訓練計畫 我們特別請我們的各地救護中心 空出了360床 讓我們的災區的子地可以直接住到我們的資訊中心 一邊安置一邊又可以提供職業訓練 然後是完全免費也不用考試 而且時速全免 那哪會對這個重建工程的德標廠商 你們有權可以推薦 對 推薦 假設他們不接受呢 他們如果 要怎麼處罰 對他們不接受到我們就1比1的比例 就是禁止他將來禁用外勞 將來禁用外勞 是 然後另外我們提供一個蘿蔔就是說 呃 他可以雇用本勞的話 我們補助一個人一個月8000到12000 可以補助一年 還可以補助 對 好 好 那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呃 那個我們剛侯委員也跟你質詢過 就是那個失效 這個失效 大概你說 有六萬多人是吧 對 六萬多人 然後呢 呃 你不會確定 對 五百多人那個我剛第一次沒有不是吧齁 完全沒有他沒有提到給我們五百多人完全都沒提到 完全都沒有提到那不是更更更糟糕嗎 是更糟糕 對不對更糟糕嗎 所以所以這個案提出來的話 我我我是覺得站在你勞委會主委的立場 你就要極力的要要要要要反對嘛 是跟委員說 基本上 我們做你後盾 我們從上個月起 這個這個開始 沒有道理 對不對 他這個要我們準備一千一千五百多億 老公耶 你這不是有錢人耶 這些錢都是他們的他們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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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竅竅竅竅竅竅竅來咧 哦 我是覺得說這個不合公益啊 哦 那個主委應該要要要要表示你的態度才行啊 是 那再來就是我要我要請問啊 就是說失業率這個問題大家都都講了很多了 這個失業率現在目前到底還是在百分之六點一三嗎 是百分之六點一三 那什麼時候才能夠稍微緩和一點 跟我們報告 因為經監會在上個禮拜在行政院院會做的報告裡面 他認為在下個月的時候 下個月就緩和 他的數字 我問你就是說 經監會的預估是應該會和緩 八月份是因為八九月份是應該怎麼樣 就是畢業的這個這個學生 下九月公佈的是八月份的 八月份的 好 那現在到目前他們就慢慢慢慢陸續可以找到工作 所以到十月份可能會緩和一點是吧 使經監會的預估是 那緩和的緩和多少 差不多有預估緩和緩和多少 那個報告裡面並沒有對那個緩和的數字 他只是說會下降 會下降一點點的下降多少不知道 因為說真的 現在目前我們的失業率真的是亞洲最高的 剛才有文資訊就是說 這個香港是百分之五點多吧 韓國是三點八嗎 是日本你剛講是五點四嘛 五點七 五點七 那個日本是五點七喔 是 那我們是六點一三嘛 所以這麼高的這樣一個一個一個失業率喔 那你說到十月份才會回回回緩一點 那應該是什麼時候才能夠真的看到他失業率下降 是不是要到明年的上半年 是 跟跟委報告就說 呃 失業的問題一定是要台灣整個經濟景氣復甦之後 然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 他才辦法能夠得到真正的 呃 處理嘿 不是聽說是景氣持續啊 要回升半年之後 失業率才會開始 這個趨緩 是不是這樣子 是 那我們現在景氣是不是持續在回升 好像是有一點 對 經濟會的說法是 對 經濟會說法是有一點 那要持續半年之後 失業率才開始 趨緩嘛 所以是不是要到明年上半年 我們永遠都做最壞的打算 好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失業率超過一年的一種長期失業人數喔 目前又增加五千人 五千人 對 又增加五千人 那對這個長期失業人數 長期失業的這部分呢 我們有什麼應應辦法 是 我們在上 長期失業 那對一個家庭來講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挫折 對 所以我們在 我們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因為委員的幫忙 所以我們把 長期失業者特別納進去 我們就業服法二四條的 特定對象的範圍裡面 所以在特定對象裡面 可以提供的這些雇用獎助的 協助的措施裡面 還是增加那麼多人 他可以 他可以有得到那個對待 所以在這一次我們特別 對了 擴大力 上工的計畫裡面 特別把特定對象 我們再加碼 因為我們本來的 顧用獎助裡面是 一個人一個月 我們都補助一萬塊錢嘛 那這一次呢 我們可以補助到一萬二 再加上訓練 津貼五千塊錢 所以可以一個人一個月補助到一萬七千塊錢 我們就希望能夠利用加碼的方式 那麼讓我們的企業主願意來拼用我們這些長期失業者 我們這個是什麼時候開始實施 已經在實施了嗎 已經在實施了 那是 已經在實施了 對 上個 應該上上禮拜才宣布 才剛才剛 對才剛起動 我們是希望 實施之後能夠 擴大的部分 97年10月的時候我們就有一個立即上工的計劃 但是我們在最近就擴大 然後 就針對這部分 對 長期失業者 是 是 9月22號 9月22號 今年的9月22號 對 我們才剛啟動我們的擴大半壘立即上工的計劃 然後特別把 呃 輔助的對象 好像這個特定對象 特別增加進來 然後用 比較多的資源 就是 輔助的金額 可以達到1萬7千塊錢 一個人一個月 你這個措施要實施多 差不多 9月22號才公佈了 是吧 是 那現在就馬上要實施了 對 好 那這個時間 從9月22號就開始實施 到今年年底 到12月31日止 那我希望這個人數會 因為你這樣實施能夠下降 是 目前真的是 呃 這個數字 10萬5千人是創下 這個93年以來的最高的啦 最高的啦 好 再請問主委啊 那個我們最近是不是要 你第一個新的措施就是 那個 因為景氣啦 天災啦 疫情啦 我們有個就業保險基金的補貼 對就有安定措施 對 這個 有這個補貼 那麼一般的補貼額度的損失薪資的 呃 一半 最高可以補貼到損失薪資的七成 是不是這樣子 是 這個這個已經 已經 目前還在公告當中 公告當中 作業才開始啟動 是 哦 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開始啟動 那這要趕快 我們現在不是H1N1嗎 在在在流行當中 很多人就是因為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呃 有的人呢 就是因為他的這個薪水啊 那你還是有個條件嘛 減薪幅度超過兩成的勞工 才有這樣補貼 對不對 對 兩成到六成 兩成到六成 才有這樣的補貼嘛 所以這個對勞工來講啊 這個企業縮減勞工的薪資 說真的呢 這個我們看的是很普遍的 要趕快來試試啊 這個我們看的是很普遍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 呃那個快快速篩檢啊 現在呃這時候 好了 沒時間了 郭局長給我一分鐘好不好 郭局長 郭局長 不在了 好了沒關係了 那郭局長呢 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嗎 沒關係 後面這是我們自己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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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這個現象很少 這個現象很少 對很少 對很少 拍攝 拍攝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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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郭局長 哇 拍謝 我也拍謝 你也拍謝 要問一下郭局長啊 那個快速篩檢的這個 費用啊 到底是自費還是免費 現在目前 公務預算來出 公務預算來出 那就是免費了 完全免費 對對民眾來講免費 對 民眾來講 民眾都知道嗎 都知道啊 都知道 都知道是免費的啊 對 那因為是免費 所以快速篩檢啊 很多人啊 你們有沒有說 哪種情況可以做快速篩檢 很多 因為免費嘛 所以可能這個快速篩檢 很多人都去做 因為怕嘛 都去做快速篩檢 那你會覺得浪費資源啊 有沒有什麼一定的條件 才可以快速篩檢 呃這個在醫界裡面呢 我們已經有頒布一個 三個條件 那就是醫生來決定 你要不要快速篩檢 是吧 對 因為他要符合三個 臨床條件才能做 好 那是醫生做決定的 是吧 再來就是說國外啊 有 有說到那個 美國說CDC的那個 衛生專家說這個 快速篩檢啊 他是 呃 只有一 不到一半查出來的 啊 那這種 也並不是很準確 那現在我們國內的快速篩檢 也是這樣子 也是不到一半 對 也就查出來 就是不到一半 只是參考而已 是不是這樣子 呃應該這樣子 呃這麼講啦 假使是這個快速篩檢 在台灣呢 我們的評估呢 他是呃正確率呢 是六成 那所以有四成呢 會漏掉 但是問題是 假使你不用快速篩檢 所有符合這個臨床條件的 這個有淚流感的症狀裡面呢 其實只有三成的人呢 是 他是這個心流感 所以你要是全部都給他 投藥的話呢 那他的這個錯誤率呢 更高 他就變成是七成 全部都是錯的 所以還是要用就對了 所以目前是這樣 但是未來是這樣 假使是說 我們的這個疫情呢 呃上升了 所以呢 在所有的淚流感的人裡面呢 假使大部分都是心流感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呢 快速篩檢的價值就沒有了 那我們現在隨時在做這個評估 假使需要改變的話 也會改變的 還有喔 這個 呃孕婦喔 因為我們有三位孕婦 已經有兩位死亡了 那很多孕婦 他不知道這個 是不是宣傳不夠 這個藥物跟疫苗 對孕婦應該是無害的吧 對不對 可是有孕婦不知道 他就不敢去 不敢去打疫苗 不敢吃藥物 他怕影響到胎兒 結果反而 胎兒跟媽媽都死掉了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宣傳不夠啊 是我想 從這個個案來講的話 已經發生三位孕婦 那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趕快緊急的一個 一個一個來宣傳 我們 根本都不要緊啊 也可以趕快疫苗 也可以怕 其實這個宣傳 是在台灣發生這個孕婦死亡之前 就開始做 因為從國外的經驗 那你們宣傳不夠 要不要 為什麼有連續三位孕婦 就是從台東的這個案子來講的話 確實是宣傳不夠 好了 好 不夠承認就好了 謝謝 好 謝謝西少平委員